大家好,中美爭霸 出街日是3月6日的 我錄了3月5日的下午 因為其實就 你看到標題是講敘利亞難民衝擊 歐洲的問題 但是做之前想 都是要循例這個 基本動作 那其實就是 我希望大家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你看我的影片之餘 你訂閱一定要按這個鈴鐺 叫做SeeFirst 裡面就 你剃回全部 希望你在過程裡面 可以說不斷收到一些提示 我試過 會在手機裡面 飛出一些訊號 其實這個你看到我最近都被人按下了 那整天都不過10萬 5萬都不過 這部影片 很慘烈的 所以其實中美爭霸也很低 我希望大家幫幫忙 你看影片就要留言 和like 因為你的動作可以保護這個台 繼續生存 因為YouTube既然打壓我 打壓得這麼嚴重 以前 很容易都過10萬view 現在很難過10萬 真的有點困難 那我說話 哪裏風格哪裏有變 我不知道有什麼事 他限流量就很離譜 自從何君堯這部影片 我說 我罵他 你幹嘛剪掉他 現在翻山都沒用了 他不停地限流量 罵他就不行了 他變了一個獨裁霸權 不說那麼多 不搭配東西 那現在呢 說回敘利亞的問題 其實先說一些疫情 世界疫情來說 我現在說疫情是沒有任何利潤的 沒有任何盈利的 但我也照說 因為歐洲基本形勢是很差的 特別留意伊朗 伊朗2900至3000個Case 死亡是92 92這個數字是偏高的 意大利3107個人的死亡 其實已經是一個30%的死亡率了 兩個國家都超過30%的死亡率 其實是幾恐怖下的疫情 接著法國和意大利都不對勁了 因為德國有新增確診過104宗 法國28宗 但是都285了 其實這三個主要大的國家 德國、法國、意大利是最不行的 德國、法國、意大利是最不行的 但是其他歐洲國家 其實都開始中招了 所以其實這個形勢 在歐洲真的極之不好 但是在這個極之不好的情況之下 土耳其 就放了一些難民過去 早兩三天我們知道 衝過了邊境已經3.6萬 但是現在 已經過了幾天 有些數字就告訴我 我不是百分百可以確認 因為 就算我覺得香港的媒體 或者中文的媒體 是不是可以給到一個確認的數字呢 還是 因為始終都是一個 我沒有辦法直接把握的 但是現在的說法是 可能已經超過10萬人 所以 這個 情況是很嚴重的 當然啦 大家都知道 在土耳其 它本身來說 都會接近另一個國家 叫做 保加利亞 但保加利亞 就不是神根區的國家 可能大家知道 什麼叫神根區 神根區 基本上就是 可以在歐洲 自由往來的 如果你參加了神根協議 那些國家 基本上 國民可以在歐洲 周圍走的 這個也是一個 太平無視 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現在我給你一個圖 你看 神根區國家 在歐洲 主要就是 保加利亞 克羅地亞 保加利亞 羅馬尼亞 這些就不是神根區 主要北歐國家 就算是前蘇聯國家 波羅的海三國 都是神根區 就是說 他們的 冰島和挪威 本身不是歐盟的國家 都加入了神根協議 即是說 他們的人民 可以自由 進入歐洲 任何國家 是不需要簽證 也可以走到過去 立刻找工作 不需要申請 working permit 神根區 當然是很輕旺歐洲 但是到現在 這個敘利亞局勢 變成了神根區 和疫情 變成了一個負累 即是說 難民一湧進去意大利 或者希臘 的話 他們就可以自由 湧進去 德國 法國 這些地方 所以英國 反而 從來都不是神根區 甚至脫歐 你湧過來 直接抓 踢你走 所以形勢上 神根區 神根協議 現在疫情 和難民 成為歐洲 對神基本的制度 一個很大的衝擊 因為大家都知道 好像在香港這樣 我們認識的疫情 大陸是封城1月23日 我們香港人很多都 聰明一點的話 都不會說 每個出街都會戴口罩 但是現在歐洲人 本身就沒有一個這麼 歐洲他們的國家 始終就是他們 習慣了自由 自在 他們覺得 意大利甚至有些人 恥笑 國會議員 國會議員 叫大家緊張些 戴著口罩來講 然後 除了 意大利議員戴口罩之外 其他人全部不戴 然後就互相 恥笑他 但其實是應該害怕的 因為伊朗國會裏面 有23個議員 因為開會的時候 互相惹爆了 其實歐洲的疫情 看來因為傳染的速度很快 如果大家開始 再歐多一兩個星期 可能真正的數字 是 爆炸性的增長的時候 開始出現一些重症 大家看到 真的有些朋友 慣低在醫院 快要死 就開始害怕了 怕你上來 我相信歐洲 現在的人就不理 始終殺到近來有人死 始終會害怕 會怎樣呢 大家就不出街 大家就去超級市場 買麵包算了 美國的人是怕一些 但也不是每個人都怕 每個人買槍 就不一定買口罩 或者不一定買到 這個經濟的亂局 我覺得歐洲和美國 就好像逐步引爆 但問題是 現在土耳其玩 土耳其 土耳其 會把難民 推過去歐洲 如果是難民 又是一個問題 而且這些難民 土耳其是很近伊朗的 大家知道在哪裡 伊朗是 有邊境接讓土耳其 究竟土耳其 裡面多不多 這個肺炎的疫情 第一 在土耳其 湧去歐洲的難民 那些人究竟 會不會是恐怖分子 我們不知道 因為全部沒有身份證 沒有身份證明 其實整個歐洲 整個結構都有破壞性 第一 是不是要取消神根區 第二 會不會難民太多的時候 現在土耳其說 手上還有四百多萬難民 當你不要說到這麼誇張 五百萬 但是如果有四百萬難民 湧去歐洲 歐洲那些有力分子 就會攻擊 傳統的 傳統的政治人物 好像德國一樣 無論左還是右 是支持 這個呢 是歐盟的 但是極右翼來說 他們通常都是反歐盟的 因為聽聞就是班農 或者美國那邊的人士 去支持他們 希望拆散歐洲 如果這些難民 再加病毒 會令到現在他們的政治制度 可能會瓦解 因為可能有一些 譬如說舉例 在法國的國民陣線 馬蘭立航 那個是不是 那個家族 馬蘭立航的家族 是極右派的 反移民的 反歐盟 這些可能是會推翻 原有的政府 以民主體制 因為民主體制來說 政府的存在 是很脆弱的 一些示威 一些暴動 政府可能會隨時倒台 這個民主制度 是令政府很脆弱的時候 面對危機很容易散 面對危機 政府應該是加強力量 然後全力處理危機 但不是的 民主政府 很容易反對派 就會推翻原本政府 但是那些反對派 反歐盟的話 是有機會面對歐洲 隨著經濟瓦解 政治瓦解 整個歐盟解體 我說過最嚴重的結果 因為你都不知道 在今年年尾的時候 這個疫情 究竟會不會一直一直 玩到年尾都不完 如果經濟衰退 玩到年尾的話 大家躲在家裡 不敢出街的話 那個後果是 你難以想像地恐怖的 我講住這裡的部分 我去回中東那邊 在中東那邊 其實在中東那邊 大家要留意 給你們看 這個地圖也挺好看的 伊朗是摺讓土耳其的 伊朗大爆發 會不會有些難民都惹到 你放那些難民進去 整個歐洲就死了 更加嚴重的疫情 這個是 首先 我們之前給你們看的 一個歐洲 這個 土耳其 和俄羅斯 為什麼會交惡呢 其實他們拍拖了很久 我講早一點的劇情 原本土耳其是美國和沙地那邊 基本上在敘利亞內戰 就會和俄羅斯 和敘利亞政府軍 是敵對的 在2016年的阿拉伯大戰之前 但是 因為俄羅斯 最後打贏了 敘利亞政府軍 打贏了阿拉伯 這個圖以前給你們看的 OK 還跳了 不好意思 這個圖裡面 就是 阿拉伯在這裡 在敘利亞來講 最重要的城市在阿拉伯 這個城市後來 政府軍成功在2016年的年尾 拿回之後 沙地 要經以色列 再把油門 推上去土耳其 進入歐洲 已經無望 所以土耳其 那時候 傾向了俄羅斯 故事是這樣 原本 阿拉伯在這個位置 這個是阿拉伯 如果 沙地 這裡建的油管 經約旦或者以色列 如果 他完全消滅了 敘利亞政府軍 可以直接建油管 經阿拉伯進土耳其 然後 就可以賣石油去歐洲 這個就是原本土耳其的盤算 但是 阿拉伯大戰 因為已經輸了 美國那邊和沙地那邊 沙地和美國 一直都支持伊斯蘭國 一憂之樂 分不開 所以他們 輸了之後 土耳其就轉了 支持伊朗和俄羅斯 和中國那邊 希望打通伊朗大 甚至 他們甚至談到 要搞 S-48的防空系統 由於土耳其 轉了用S-48之後 美國更加不敢碰土耳其 因為 如果美國和土耳其 反面的話 土耳其手上的 有俄羅斯的S-48 是不用GPS 那個防空系統 是不用GPS 美國不能夠關閉 打起來 可能美國的飛機 會被俄製的武器 擊落 美國就很噁心 所以變成 全世界都耐 土耳其 不能耐去不河 本來土耳其是威風百面 現在 又撩美國 又撩俄羅斯 16年之後 開始撩美國 這三年 俄羅斯和土耳其 弱玩東西 玩到美國 真的很慘 但是最近 局勢來講 最近的局勢來講 這個 當然我們以前給你看 伊德利布的形勢 伊德利布這塊土地 其實是偏小的 我不明白 土耳其 為什麼要堅持 保護 這塊土地上的恐怖分子 這塊土地上的恐怖分子 很出名 以前叫做勝利陣線 其實之前就是阿爾蓋達的分子組織 其實之前就是阿爾蓋達的分子組織 但是它的名字 整天變下去 一會兒 老司拉陣線 什麼都好 HTS HTS 這一個是大家供應的恐怖組織 來的 如果他們 土耳其支持他們 有什麼好處 根本都不合理 又不是那麼戰略性 如果這裏原本 這個叫阿弗林的地方 是富爾德人控制 土耳其就說要攻打阿弗林 就是2018年年頭的時候 有個理由 因為如果被富爾德人 攻出去土耳其的領土 開了海口 土耳其在戰略上 喪失領土之餘 甚至 這些富爾德人 可以獨立立國 有海口容易很多 因為如果有海口的話 他可以在這裏 入口很多其他國家的門助 對土耳其 國內有過千萬的富爾德人 就有很大鼓舞了 所以土耳其為了不容許 富爾德人的壯大 他攻陷阿弗林 是很有理由 接著在2018年的時候 俄羅斯或者 在敘利亞政府軍 就隻眼開隻萬弊 俄羅斯也是 俄羅斯就 由得你霸了它 但是 反過來 伊德利布伊札恐怖分子 為什麼土耳其 要堅持保護他們 要跟俄羅斯反面呢 究竟是不是真反面呢 現在我分析深入一點點 就是 其實 對俄羅斯的角度來說 如果歐洲因為難民的衝擊 再加疫症 而崩潰了的話 俄羅斯是開心的 因為一個弱的歐洲 對俄羅斯未來100年的霸權 是有利的 我說過事實而已 對於美國 如果歐洲因為難民的衝擊 和疫症的衝擊 大家都是 政府不夠力量去控制疫情的了 但是歐洲呢 難多一件事就是 難民 那是不是對美元 和歐羅兩個對聘的裡面 原來美元 是不是比歐羅好啊 歐洲很亂 還要加上難民 疫症加難民 美國就只面對疫症 那些資金要走 我是在歐洲就走去美國啦 熟悉一點嘛 大家都是西方人 但是現在有些說法呢 就是 摩根士丹尼呢 就把中國的投資的評級 評為正面 就說資金的避難所可以去中國 因為看到中國最近控制疫情好啊 但是大家如果在疫症的發展裡面 看來呢 對美國也有利 土耳其呢 放些難民去影響歐洲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覺得主要的原因就是 要敲詐歐洲給錢 就是每一樣東西加起來 就好像變成 美國 俄羅斯 和土耳其三者呢 在這兒扯貓尾 首先美國呢 就在敘利亞撤軍 撤了軍之後呢 富爾德人呢 就完全不能夠 和土耳其呢 去 去對抗之下呢 就跟了去俄羅斯 跟了去呢 握入了敘利亞的政府裡面 成為敘利亞政府軍的其中一個 下屬這樣 那突然間變相了呢 敘利亞統一了大部分的國家 絕大部分的地方 跟著現在呢 就集中力量呢 就攻打這個 伊德利布 對土耳其來說 放去伊德利布是沒有所謂的 因為沒有那麼戰略性 剛才說了啦 是不是 阿富林就戰略性大一點 伊德利布哪有戰略性呢 但是現在就是 土耳其這麼粗在這場仗 做到很認真 你說死了五十人很多嘛 其實對土耳其說 死五十人不是很多 他不是西方那些國家 說到死五十人 就衣娃鬼叫那樣的 不同的 他的人命沒有那麼矜貴的 現在死了五十人 就扮到很 和俄羅斯呢 要撐到癢了 然後現在放那些難民 敲炸歐洲 你聽不聽得懂 我覺得很貴 但是這個是我的假設 無論如何都好 希望歐洲重盛源流 如果是一個疫症的時候 他們要花很多錢 但是現在 土耳其敲炸你 你不磅水也是死 那我看看歐洲 可不可以滿足 土耳其獅子這麼大個口 這個很精彩 我們繼續拭目以待 好,就這麼多先,拜拜 拜拜